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我们的 一零后的挑战者 子虹 邀请大小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子虹 你从什么地方来 今天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拥有魔法的魔法少年 王子虹今年八岁了 来自河南洛阳 那所以你自己过来的 还有我的爸爸 你爸爸在哪呢 我爸爸他刚才太紧张了 我就把他编到卫生间去了 王爷哥 你不信 那我现在就把我的爸爸 给编回来 那我们大家看看 你能不能用你的魔法 把你的爸爸编回来 看看你能不能证明自己 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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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吧 哇 来 子虹爸爸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王子虹的爸爸 王伟斌 今年三十七岁 来自河南洛阳 那说到子虹这么小 魔术技艺这么高强 那肯定是您的支持了 那他为什么 从这么小的时候 开始变魔术了 他是在电视上 偶然看到了一次魔术表演 他就跟我和他妈妈说 要学习这个魔术 然后我和他妈妈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在郑州找到一位魔术老师 人家教了子虹两个小魔术 子虹就能有模有样地 表演起来 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吧 然后王子虹就学会了 火盆出歌 火棒变玫瑰 很多 子虹呢 如果让你选择一个 你最想感谢的人 你想感谢谁 我最想感谢的人 是我的爸爸 因为他是在我魔法道路上 第一个支持我的人 他每个周末都会带我 从洛阳到郑州去学习魔术 我在学的时候 我爸爸也会在一旁学 但是我们两个有时候 也是会有一些矛盾的 那到底有什么矛盾 跟我们说来听听 因为他可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表演 比老师教的 可能更灵活一些 但是这个魔术 它还是有危险性的 他在练习火盆出歌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手小 拿不到火盆 烫得大拇指而已 一个又一个的水泡 当时我和他妈妈看得很心疼 我们两个经常因为这件事上 有一点小矛盾 生点闷气 您要保护他 但是他想要突破自己 再这样产生矛盾了 对 他不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